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 你好,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第一阶段的全面封锁 也就是行动管制令3.0 将在来临的28日星期一结束 是否会延长或是放宽 各界看法都不一样 马来西亚厂商联合会 今天就促请政府 在第一阶段的全面封锁结束后 应该立即进入第二阶段 全面行动管制令 并扩大允许营运的经济领域 总会长苏天来发文告表示 第一阶段的全面封锁 是极具挑战性的 因为即便是基本领域 也因为人手减少和运营困难 而在苦苦挣扎 而且第一轮封锁 已导致商界面临严峻形势 他建议政府应该允许 更多重要的经济领域运营 并将可上班的人力提高到80% 在利益边乡 东盟中国投资促进会会长 陈荣利却认为 大马确诊人数起伏不定 而且还没有度过疫情危险期 若政府此刻放宽管制令 等同将大马推向万劫不复之声援 他说人民牺牲生计待在家 早任盼望政府成功抗议 然而经过三个星期全面封锁管制令后 抗议成果始终有限 许多人依然引颈长攀 等待接种疫苗 如今放宽解封 言之过早 只要政府还没能压下疫情 就谈不上复苏计划 明凯科技集团董事长继总裁 邱光宪也坦言 工厂感染群一直无法被阻断 把疫情控制下来 这已经事实证明 全面封锁管制令彻底失败 至于是否在延长管制令 邱光宪认为工厂业者都已经麻木了 证明抗议不能再靠政府 唯有工厂业者自救来对抗疫情 另一方面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穆沙 和前首相纳吉 以及麻坡国会议员塞沙迪在 我国疫情是好是坏的观点上 杠上了 安努亚穆沙认为 我国疫情比先进国更好 而纳吉则认为 若是不严重 为什么要执行紧急状态和停摆国会呢 安努亚穆沙在脸书贴出 冠病数据比较图 显示马来西亚与其他先进国家的 死亡比率和人均确诊率 截至6月23日 马来西亚的累计病例是 70万5762宗 占人口的2.1% 死亡率为0.6% 相较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俄罗斯低 而纳吉尽早以不点名的方式 抨击安努亚贴出的数据 他说 看到国盟部长贴出的图表 指马来西亚的冠病疫情不严重 并认为如果不严重 为什么我国被迫执行紧急状态 和停摆国会作为唯一对抗冠病的理由 麻坡区国会议员赛沙迪则在昨天 在推特发布一张 安努亚穆沙接受访问的新闻截图 并提出他的质疑说 24日有84人去世 5841宗新增病例 为什么这被认为是一种成功呢 对于赛沙迪的责难 安努亚今天早上促请赛沙迪 应该先观看完整的访谈影片 而不是截取会引起他人愤怒的言论 换个焦点 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哈阿兹詹和上议院主席 来世雅丁建议 最迟在8月或9月首个星期召开混合式国会 他们今天发布联合声明 主张国会先在8月召开一场特别会议 以辩论和批准举行来临混合式会议的措施 阿兹哈阿兹詹和来世雅丁披露 他们支持元首的建议 但坦言需要一些时间来为混合式国会的召开 做好准备 一旦获得内务委员会和议会常规委员会批准 混合式国会特别委员会预料 所有法律问题会在7月尾获得解决 他们因此建议 在8月初举行国会特别会议 确保所有国会议员都熟悉召开混合议会所需的决议 但前提是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理事会 和卫生部制定的防疫SOP 另一方面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宣布 即制造和交通领域前线员工之后 建筑领域在7月1日起也可以开始施打疫苗 但他强调 政府敲定先接种冠病疫苗的群体 都是在管制令实施期间允许运作的关键领域 他说由于交通领域是非常关键 因此在疫苗足够下 决定开始这个领域的接种计划 今天的新闻给您播到这 别忘了谨慎防疫 感谢您的点击收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